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不知道这种操作能不能向这些朋友们说的 达到他自己预期的那种要求 那么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曾经跟朋友们说过这个产品的来源问题 现在对这个产品的来源 一般就是拍卖行特别强调产品来源 这个产品的来源 从它的主要的性质上来讲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这个产品的合法性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的来路必须合法 不偷不抢 具有完整的合法的所有权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指这件产品 当初收藏这个作品 那个收藏家他本身的鉴别鉴赏的能力 也就是说当初的那个产家 他的鉴赏能力越强 辨别真伪的能力越强 辨别这些作品路份的能力越强 那么相用的 他的作品就应该卖的价格越高 这就像和那个画家 那个名气是同等的道理 但是现在好多中国藏家呀 就认为这个藏品的来源呢 把它理解为在拍卖途上上个拍就叫有藏品来源了 这个可能和我们国家文物法的这个规定了 就是文物法规定藏家的这个藏品的来源呢 从文物商店从拍卖行 还有就是这个藏家之间私人的转让 这里面呢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些所谓文物啊 它都是指啊 由国家的这些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和人员呢 已经判断为是哪个年代是哪个时期的那个作品 而对于啊 在民间呢 还没有经过这些专业机构认定的那些古代的艺术作品呢 就统成为叫古代艺术品 严格意义上来讲啊 在民间流通的 没有经过国家文物鉴定部门鉴定的那些东西 都被称为古代艺术品 如果在民间收藏的那些作品 经过拍卖会的拍卖 并且最终成交了 那么这个作品 基本就被确定为就是正式的文物了 因为已经有一些权威的这些机构啊 认定他的年代了 因此就有很多的旁啊 就想通过在拍卖行啊 给自己那个藏品啊 拍卖一次或几次的话呢 来证明自己这个作品呢 它的这个来源 那么这种想法啊 实际它是和真正啊 就是藏家在购买 这件作品过程当中啊 很多习惯性的这种思考 它是有矛盾的 因为真正啊 懂行的那些藏家呀 它绝对不会看你这些故事的 它主要就是看你的东西 你的东西值得不值得收藏 也就是说在它那个真实性 艺术性稀缺心上 能不能满足这些真正董行 藏家的要求啊 这才是决定性的严肃 而不是说啊 你拍卖了几次啊 然后他就必然的 见到你这个作品以后 他就要给你出高架 这都是一些啊 比较外行的那些藏家呀 他比较爱抱持的一种心理 因为在真正的拍卖当中啊 那个作品成交啊 它难就难在啊 每一件作品 它必须得对应一个藏家的 鉴赏品位 也就是说 人家出钱买这件东西的人呢 他的那个品位啊 得和你当初 购买这件作品 那个藏家的品位 相当 人家才能出钱买这个东西 并且在拍卖过程当中啊 他有很大的这种赌博成分 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 这作品上拍啊 谁也不知道 这作品最后能不能成交 以多少钱成交 你比如说 你像在2016年呢 那么中国嘉德拍卖的 一对就是民国时期啊 第一任总理 唐少怡先生的旧藏啊 一对康熙五彩的大花盆 在2016年呢 这对作品 就是以800多万人民币成交的 那么到了2020年啊 这对康熙五彩花盆 再次在香港嘉德上拍啊 最终就拍卖了613万港币 也就是说呀 在四年之间呢 这个作品不但被升值 反而它拍卖的价格 还低于2016年 那你算这四年 人民币本身比那港币的 汇率就高啊 当初800多万人民币买的 最后放了四年 以600多万港币成交 也就是这四年当中 这作品得亏了 200万人民币不值啊 因此像这种情况啊 它谁也估量不了 就是说你当初 即使是自己创造的 这个出处 有的那个厂家 可能还喜欢自己 哄抬自己的作品 自拍自买 其实像这种情况 它基本表现的 就和那个不懂行的厂家 到处找专家鉴定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它只不过就是说 这类的厂家有点钱 它可以炒作一下 它炒作最终的结果呀 它也是一种赌博 因为它这种炒作的结果 你必须得找到将来 买家对应的这个人呢 也许有的那买家 他喜欢看这种炒作 他可能自己也不太懂行 这都有可能 但是我个人认为呀 你最终那个藏品呢 还是要看你自己 那个藏品的那个质量 也就是说呀 那个藏品的历史性 艺术性 稀缺性啊 它是不是同时具备 在这一件作品上 那你有了这种特性啊 这个作品应该讲 得需要那些真正懂行的行家呀 彼此之间 才能达成这种交易 你比如说 今年那个春拍佳德呀 推出的那个 明永乐童流金的 那个菩萨栗像 你像那个作品呢 当初在2012年买的时候 那作品就40万人民币成交的 而今年上拍的时候 才给估1000到2000人民币 你像这样的情况 那就完全看藏家呀 他自己的这种认识 你比如说那藏家如果坚持你 你这个作品不能够低 估于2012年成交的价格 那拍卖行 要不就是拒绝给你上拍 要不就是说 答案你的要求 按照你当初那成交价 给你上拍 你像这种情况 和好多那个藏家呀 栖其以盼 就想把自己的作品 送进拍卖行的小玩 肯定是背道而驰的 你像这样的作品 当初2012年 就是在加德本身 他这个拍卖行 自己成交的 40万人民币的价格 但是在2024年 再次上拍的时候 就把他自己那个估价 当初那成交价都不做出了 都把他估到 1000到2000人民币这个价格上了 就可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很多不确定性来讲 对藏家都是一个考验 如果藏家呀 他不认可这种估价 他完全可以撤拍 但是你勉强上拍的话 那你像这件作品 最终就是以48000人民币成交的 也就是那成交价格 才是当初啊 购买这件价格 百分之十几的那个成交价 而且经过这么多年 你想2012年的时候 那人民币的购买力 能和现在的情况相比吗 你这件作品应该讲啊 他亏了连这些年 当初购买那个资金的 那个利息都拿不回来 基本就相当于白送 白扔给这个市场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就奉劝这些啊 就是抱着这种啊 侥幸心理啊 这些藏家都应该留意 别因为这种啊 自己认知上的局限了 然后造成很大的这种经济损失 然后对自己又造成 新的这种打击 藏品呢 他最终就是靠 他自己本身的性质说话 因为拍卖行啊 在进行拍卖的过程当中啊 你比如说 他肯定有这些商业宣传啊 加达在这个 对这个作品的介绍当中 过分的可能会渲染 强调有一些因素 但是你不管怎么强调 他最终考验的 都是藏家自己 对那个作品的判断